那個終於又在車上錄影了 在這邊開車在這邊等人了 那個關於美女的人性遊戲 我第二段我在後面再拍 我這邊先插一個節目 第二段我後面會講 這個美女人性遊戲 真的其實讓我感觸很深 就是人性 從古至今都有的遊戲 可是現在人竟然還搞不清楚 還搞不清楚 那我現在插的是另外一個遊戲 因為最近台灣的那個政府 搞了一個叫振興券 那是另外一個遊戲 這個振興券 這個券 我太太還有 還有我家裡有一些 我家裡大部分人都不理他 我太太比較計較小便宜 她會要一直在研究振興券的那個使用方式 我說你那個 我看了那個振興券那個使用方式 我只想到一個騙子而已 這個券 以前那個讓我想到以前在大陸 在中華民國在大陸崩潰的時候 滅亡的時候 那時候全國在追打中華民國和那個 美國帝國主義機器走狗蔣介石 蔣介石政權要在大陸滅亡的時候 垮掉的時候 不算滅亡後來跑到台灣 垮掉的時候搞了一個叫金援券的 也是券 這個券 這個券 它是在告訴你 那個券在告訴你 我 不是錢 我不是錢 因為你錢的話 應該要怎麼稱呼它 新台幣 人民幣 日幣 港幣 要一個幣值 那盧布 至少那個布字 至少要讓你看起來了解一下 那個是布 布跟那個幣 那都是古代的那個稱呼 然後美元 日元 或者又叫日元 日幣 美元 歐元 那也叫元 那你可以知道 這是通行的貨幣 這是貨幣 這是一個錢 可是那個券 它在告訴你 我不是錢 可是你不是錢 你卻要跑到市場來 在這邊混 跟著錢一起在那邊混 那是怎麼回事 那就是騙 蔣介石垮的時候 用金元券歸席 騙市場 因為當時的金融遊戲 比現在還簡單 現在的金融遊戲的障眼法 又更多了 到了這個時代 到了那個振興券時代 這個券的障眼法又更多 因為有更複雜的電腦金融遊戲 那個時代是用黃金做壓箱的 黃金壓箱 但是在垮掉之前 他的黃金已經抽走了 抽到台灣來了 蔣經國人 蔣家就是這種土匪家族 就是這種詐騙家族 他本身就是做投機倒靶 起家的 蔣介石在上海以前 是投機倒靶 所以他在垮掉之前 他會來一個市場歸席 來一個市場的那個票率 票率用騙的方式來票率 所以用金元券去騙人民的財富 然後逃到台灣來 而且台灣也要垮了 中華民國在台灣又要垮了 武統的聲浪很高 我前面都提過了 已經快垮了 民進黨又來一個卷了 他的戲還演得真足 蔣介石當年的那個騙局 他也要再來一次 一個卷 如果沒垮的話 就去騙下去 可是他的手法又是一樣 你看那個振興券 那個複雜方法 我是不想要研究 我是不想研究他了 但是你明明不是錢 你卻跑來這邊混 跟著真的錢在那邊混 那怎麼回事 那就是騙 你看之前馬英九也有一個券 那叫消費券 他那個時候還發現 沒有要垮 所以他那個時候的消費券 方法比較簡單 人家一目了然 就是說你去消費 你不能存錢 因為他本身 他券就要告訴你 我不是錢 但是 可是你拿來當真錢用 但是說你不能存 那你就拿來當真錢用 消費完之後 可是最後手上拿到的那些人 怎麼辦呢 政府買單 那個時候馬英九就很簡單 就政府買單 政府買單 你這些券給我 我錢給你那些商家 消費券 可是這個時候 振興券弄得很不大 只有1000塊台幣 數額又少 可是他給你用海量去洗 海量去洗 然後你自己要再掏錢出來用 掏錢出來 我不曉得 我不想研究 我根本就不想硬 因為我不想去領 然後這個 可是這種情況就跟金元券很像了 讓他弄得 可是他的方法更複雜 他弄得很複雜 那個猴子在那邊算 我1000 頭2000 所以我一直勸我太太 不要去弄 你不要去拿 不要被他當猴耍 我太太硬要研究 那我沒辦法了 那我就給他去研究吧 你研究 你研究 那你研究 研究歸研究 無所謂 但是讓我感到 現在全台灣很多人 你去看別的人 拼命在研究那個卷 在討論那個卷 怎麼用 耍猴子 我讓我感覺像猴子 被耍 一塊錢 找兩塊 然後你自己再掏兩塊出來 然後來弄這個東西之後 我在給你回什麼東西 哈哈哈哈 吱吱 被騙 騙錢之前的吱吱 被詐騙之前的吱吱 就是這樣子 猴子們在研究 那個 朝三暮四 朝四暮三 你回去看嘛 就去看我前面的 朝三暮四 朝四暮三 三個 兩個 一塊錢 2000 然後再頭幾千出來 到最後發現那不是錢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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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哈哈 唉 沒關係 到最後 我說我太太研究也無所謂 你就去研究好了 反正到最後花出去嘛 總是要花出去的 那花出去最后拿到那些人的钱 拿到最后的人 他怎么样年底去搞 搞那个底什么税什么狗屁 老子还要拿发票去核对 我不想研究 但是到最后我可以跟你讲 他就是要捐款逃跑了 用券去洗真钱 台币疯狂的升值 他就是想说万一大陆武力攻台的话 就在年底 要是今年或者是明年年初 武力攻台的时候 他洗出来这些钱 他可以换成外币就跑了 就像蒋介石当初的那个金元券一样 券 用券治国 马英九当初的消费券 那时候就有人在怀疑 你为什么要用券治国 你是不是 然后后来谈一谈 发现大陆那个时候没有要动作 他就用真钱把它换回来了 那现在民进党来了 因为他可能搞不定了 所以他他摆命的就来骗 摆命的就来骗 所以你们这些狗娘养的这些台独分子 活该 活该 到最后就就像现在的那个香港黑豹 香港的那个现在跑 港独我看他四分五裂 然后你的组织美国人 英国只会叫 只会废 你想来硬的那就来军事对支还怕你吗 结果你美国 美国说航母到山梢到哪里了 然后现在台湾还在那边放谣言说大陆的三峡快垮了倒数即死了 这就是像蒋介石当年共产党要渡江之前蒋介石还在放假话 说共产党快要被剿灭了 国军快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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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围了 合围 结果到最后原来是共产党勃将来 你的金远卷 你的卷 上面印了一大堆奇奇怪怪的东西 谎言堆砌出来的 现在是不是又来了 说三峡大坝倒数即死要崩溃了 然后要死几亿人 结果到最后发现是解放军过海峡来把你弄掉 你那个卷 你手上又一堆卷了 尤其是最后的那些商家 我觉得可能最最最最最最最倒霉的是那些商家了 那些厂商了 因为你台湾老百姓已经被被民进党吃干妈净了 已经没有钱了 吃干妈净了 怎么办 就还有一些商家还有钱 那劫略商家 用骗的 用骗的不用枪炮了 用骗的最快 而且数字比较多 数字比较多 在洗到国外去享受 洗到国外去享受 这就是你这些活该嘛 我这样也好 你这样也好 反正到最后最后重点总是要解放军过海峡 然后就像现在逮捕香港港独那些黑豹一样 黑豹一样 把他一个个给送走 因为我看到港区国安香港国安署的大陆直接派人来 而且不必受香港法律直接用可以直接带走的 你本来要反送中不是吗 结果现在是大陆可以直接在那边注点抓人 然后往内送 所以这些头目吓到了 像港独头目吓跑光光 然后美国人再怎么喊也没有用 没有用 你现在才发现你美国现在自己暴乱 不只是疫情控制不住自己暴乱 可是这边的民进党都倒过来看的 讲反话 说大陆三峡快崩溃了 大陆的疫情是隐瞒的 事实上控制不住 没关系 为了你那个卷继续堆谎话 谎话很简单很廉价的 廉价消费 倒霉的是谁我都已经讲出来了 所以没关系 所以我现在的那个现金 连新台币我都不信你 不要说你的那个什么卷 什么振兴卷什么卷 你的新台币我都不信你 我都把它换成那个 换成人民币的 反正先换人民币很方便 直接用手机微信控制 这个年代 所以他为什么他那么复杂的来搞卷 卷 因为他发现不好骗 猴子有一大批猴子已经醒了 只有少部分在跟你玩那个数字 这个卷来卷去 那个到底要怎么用 大部分的都已经不被你割了 不受骗了 所以他才搞得这么复杂 用各种方式复杂 随便你去发卷 你的新台币我都要把它把它换掉了 然后剩下有一些新台币走不掉的 比如说信用债券啊 那一些什么东西怎么办 没关系到时候大陆会承认 大陆会承认 因为这个经济流动脉络还在嘛 基金流的那个系统还在嘛 大陆会接收到时候慢慢吸收成人民币 人民币会更壮大 对不对 他一定会承认新台币的 一阵子 然后慢慢再把它吸收过来 人民币就更壮大了 对 这个是金融游戏 你只要看清楚本质 你就不用怕了嘛 你随你去卷 你蒋介石的那个骗局 在这个时候已经没有用了 在这个时代 明治已开 哈哈哈哈 你那个已经骗不了多少什么东西了 除非他来硬的就是把国库直接搬走 现在他们是这样子的 国库直接搬走 国库已经被陈水扁 那个时代搬走了怎么办 那就是现在骗商家 所以那个 我太太也很聪明了 你不要以为她玩卷 玩卷是玩那个 她直接问商家说 那个 我拿这个证讯券给你用 可不可以 给我女儿买眼镜 那个眼镜行老板 不讲话 代表眼镜行老板他也懂啊 你卷是偏向你不是钱嘛 可是政府说那是钱啊 哈哈哈哈 可是他叫JEN啊 哎 JEN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